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三段 先看第三段第一句话 那么有一个年轻的英国作家 那么在一两年前曾经做出一个重肯的评论 make an observation就是做评论 pertinent就讲了重肯的话题说到点子上了 这评论是什么 that到句末明显黄颜色的是同位与从句 做前面observation的同位语 重肯的评论的同位语 那么a year or two back相对比较短 而同位与从句相对长 所以改变语序了 把同位与从句后置了 这个评论是什么 才华会进到第一稿中 这个draft表示手稿 第一稿就是写的第一次嘛 就复稿嘛 第一稿中 然后艺术会进入到后面跟随的几个稿中 that follow是定于从句修饰这个draft 第二稿 第三稿 第四稿 这么说 也就是说第一稿 副稿 展示出的是作者的才华 后面几个改编 这个改动的稿件 展示出的是艺术 是这么一个意思 首先第一个 咱们注意一下 make an observation 它相当于make a comment 或make a remark 就做评论 再回顾observation多一次 既可以表示观察观测 观测结果 也能表示某人发的评论 某人说的话 这个都行 a year or two back 这个back就相当于ago 只是它比ago更为重视一些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前 你比方说 his wife died a couple of years back 就相当于a couple of years ago 他的老婆在两年左右以前死了 有时候用back in 在过去的某一年 back home加in也用的很多 the house was built back in 1949 这个房子早在1949年当时建成的 back in表示在过去的某一年 总之这个back单独使用 类似ago就好 才华进入第一稿中 这个第二稿第三个稿中 这个随后的修改稿中 表现出的是艺术 也就是说 要写出好的不朽的作品 不但要有才华和灵感 那么在初稿完成之后 不断的加工润色 让它变得更有艺术性 同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咱那么看第二句话 看屏幕 他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简单句 看词句子很长 只为这个修饰成分很多 出于这样一个原因 同样是这位作家 后面有个插入于 like any other artist 像其他任何的艺术家一样 has是卫农色 后面冰语 其实跟着一大堆 都是no no no 一大堆 都是冰内的冰语 第一个冰语是 has no resting place 没有任何休息的地方 写完文章之后 它不能终止 它一直要不停地加工润色 永远 它写不到极致 文无第一 无无第二 永远能写得更好 no crowd or moment in which he may take comfort 没有任何的人群 或者没有任何的活动 它能从中得到安慰 因为它的文章没有写好 没有加工润色到 它最理想的状态 对吧 这个in which he may take comfort 是后制定语修饰前面那个 crowd or moment 这个名词大语 它来自于take comfort in 这个对什么什么 感到很安慰 我们说了 关系代词 如果说介词编语 在书面中 把介词要放到关系代词前面去 而不要写成which he may take comfort in 而in which 这个结构 比较正式 第三个编语的编语是 no judgment from outside 没有任何来自外在的评价 from outside 后制定语修饰这个judgment 来自外在的评价 在家定语从具 怎么样呢 能够代替 他内心深处的评价 replace 即无动词 代替后者 就是别人的评价 无法代替 他内心的评价 如果他自己觉得不好的话 读者都说好 那他依然是不满意 那就是 这个作家心中的 这个状态 这里边有一些 小的细节需要注意 首先这个take comfort in 对什么什么 觉得很安慰 在什么什么中获得了安慰 take comfort in 有几个固定搭配 跟他类似 可以同时记住 都是take加名词加in 比如说喜欢某个东西 叫take pleasure in 这在三册咱们讲过 the boys take pleasure in practical jokes take pleasure in 叫喜欢 从中拿走乐趣 是喜欢 从中拿走了安慰 不是对某事觉得很安慰吗 这些男孩们 喜欢恶作剧 practical jokes 三册第四十个讲过 叫恶作剧 那喜欢 take pleasure in 还有叫take pride in 就对什么什么感到很自豪 相当于be proud of 对吧 对什么什么很自豪 take interest in 表示对什么什么感兴趣 相当于be interested in take interest 后面还是要in 这个结构在三册多次出现 比如三册的十八克 当代艺术中的电流 有这么一句话 Even people who take no interest in art cannot have failed to notice examples of minusculture on display in public places 即使那些对当代 对艺术不感兴趣的人 也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过 在公共场所陈列的 那些当代雕塑的一些范例 take interest in 叫感兴趣 no interest in 就不感兴趣呗 三册十九克 这个贵重的宝贝猫 这个书 Kidnappers are rarely interested in animals but they recently took considerable an interest in Mrs.Elner Ramsey's cat 这个绑匪呢 很少对动物感兴趣 但是他们最近 对Elner Ramsey夫人 她的这个猫碗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你看take interest in 随便在intress前面 可以加修士鱼的 no interest 没兴趣 consirable 相当多的大量的 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好了 take interest in 还有像take refuge in 在某处躲避 在某处避难 这个refuge 本身表示避难的意思 对吧 这个后面也是加in 比如说 Residents took refuge in the local church 这个居民们 在当地的教堂里面避难 取得庇护 take refuge in 但是这个为什么讲这么多呢 因为见一个起一个 不能自己瞎编 有些take加名字 后面借词就不加in 你想注意到 take notice of 就不能加take notice in了 它相当于pay attention to 注意到 同情怜悯 take pity on 没办法 这个不能加in 要加on 见一个起一个 就好了 I took pity on the beggar and gave him some change 我同情这个乞丐 给了他一点零钱 是take加名字 加借词的一些顾虑搭配 好 再回到这句话中 没有任何的人群或行动 它从中能得到安慰 并且再往后看 no judgment from outside which can replace the judgment from within 没有任何来自于外在的判断 能够代替内心深处的判断 replace 注意 代替某个东西 它后面避语是要被换掉的 旧的东西 代替内心深处的判断 叫代替 我们看看这个三册 就见过这个字 三册的25克 在这个书中 看着怎么说 before they were replaced by steamships sealing vessels like the Cadizark were used to carry tea from China and woo from Australia 在他们被蒸汽轮船所代替之前 那么像卡迪萨克号这样的帆船 那被用来干嘛呢 从中国运来茶叶 从澳大利亚 被什么什么代替 be replaced by就好了 那么有一个容易跟它搞混的 就是用前者代替后者 这个非常容易搞混 叫substitute A for B 用A来代替B substitute跟第一个比喻 是要引来换旧事物的新的东西 用A来代替B 如果把这个B for B可以省略的话 那么substitute A表示 要拿这个东西来替换另外一个东西了 这个跟replace后面的病友是不一样的 replace B 就是替换B substitute A for B 如果把for B省略呢 这个substitute后面跟的是A 就拿来要换旧事物的新事物 而replace后面跟的病友呢 是被换的旧事物 这个做个编析 你比如说 you can substitute chicken for beef if you don't like red meat 如果你不喜欢红肉的话 你可以用鸡肉来代替牛肉 牛肉属于红肉 鸡肉是白肉 往往被认为更健康 那么再看一下这个 第44课就出现了 这个for B被省略 只剩个substitute A 这很容易翻译错了 44课就是257页 第30到31号 It is only in the study of man himself that major social sciences have substituted the study of one local variation not a western civilization 这句话到这就完了 括号里面是咱们把它补充上 说全的 跟上下文语境 它代替的是什么 把它补充全 原文中是没有括号里的内容的 It is 货门家 那是强道具 只有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之中 怎么样呢 主要的社会科学 才会使用 对一个当地变种的研究 那也就是同位于 就是西方文明的研究 说明这是拿来的新东西 要换什么呢 来代替对所有人类风俗的研究 原文中把后面括号里的被省略了 substitute后面跟的是新东西 不是要被替换掉的旧东西 整个翻译 只有在对人类自身的研究之中 主要的社会科学 才会用一个当地的变种的研究 一个地方的变种 也就是比方说吧 就西方文明的这个研究 来代替对所有人类文化的研究 这个subject 注意用A来代替B 后面这个4B甚至可以省略 省略以后 replace something 跟substitute something 就不要搞混了 这完全不一样的 好 再看巨墨 这个from within from within 来自于内在固定搭配 可以背起来 from within是副词 from是借词 副词可以做借词语语 咱们以前见过 from within固定搭配背了就行了 a fortress can be easily broken from within 这是个谚语 什么意思呢 一个堡垒从内部最容易被攻破 对吧 内部我们找一个叛徒 门打开了 我们就冲进去了 fortress表示这个大的 这个城堡 可以这么说 from within叫来自于内在 好 看下一句 又是比较复杂的句子 a writer makes order out of the anarchy of his heart he submits himself to a more ruthless discipline than any critic dreamed of and when he flirts with fame he's taken time off from living with himself from the search for what his world contains at its inmost point 这个句子出现好多病例结构 分号后门是病例结构 and还是引导病例结构 那么一个作家 要从他内心深处的混乱之中 理出头绪来 make order叫理出头绪 做出这个秩序吗 anarchy咱们讲过 就无政府状态 派生就混乱状态 在第十课 硅谷那个时候讲过 好 分号引入变得句 他就还这个作家 怎么样呢 要让自己服从于一个 那么这么一个 更加残忍无情的这么一个纪律 submit to叫服从于 有的时候家反正带着 submit oneself to 让自己服从于 意思一样还是服从于 一个roostly就无情的 残忍的 更加无情的这个纪律 什么无情呢 more是跟后面dan搭配吗 但是比较壮业从句 than any critic dreamed of 比任何的评论家梦想的 都要无情的一个纪律 评论家评论别人的这个文章 本来就很苛刻 但是作者要让自己服从一个 比任何的评论家 都能梦想的到的 更加苛刻 更加无情的这么一个纪律 and引入变得句 先出现时间状态 问题flirts with fame 一旦他开始孤名钓鱼 flirt with 表示不经意的来考虑某个事情 就是没有用仔细的考虑名声 那努力写作呗 想孤名钓鱼 想用外面鞋带来得到名声 孤名钓鱼 他就脱离了自我 脱离了灵魂最深处的探索 take time off 表示请假的意思 from是从什么事中请假了 从和自己生活的这个状态里面请假走了 就脱离自我了 这个from跟第一个from并列 也是跟take time off搭配 从什么中请假了 从from the search 从这个搜寻之中逃跑了 请假了 搜寻的是什么for 和我们家并遇从去沃地引导的句谋 就是他的世界在最深处这个点 所容纳所包含的东西 从这个对他的探索中请假跑了 就脱离了对自己灵魂世界最深处的探索 从这个探索中跑了 开小圈了 还是表明作者的这个最终观点 就是一个真正的作者最需要的 是对此自己灵魂深处的探索 一个试图取悦作者的作家 不是一个真正的好的作家 下面看看里面一些细节 刚才我们说那个make order 是表示这个理出头绪 这个order在这是秩序顺序的意思 这个搭配特别多 你想我们一般都是跟in搭配 在什么什么以什么什么顺序 in ascending order以升序 in descending order以降序 ascend做动词上升 descend不是下降吗 in chronological order以时间的顺序 那chronological表示时间的 in alphabetical order以字母表的顺序 abcd排序 in reverse order以反序 相反的顺序 这有几个生词我们读一下 先读一下时间的 chronological chronological 再读一下字母表的 alphabetical alphabetical 这是以什么什么顺序 还有呢像in order of 后面后置定语修饰也行 in order of priority 或in order of precedence 就以优先等级的顺序 这个后面这个priority和precedence 表示优先权 我们分别读一下 priority precedence 就是以优先等级的顺序 这order表示什么什么顺序 那make order就理出头绪吗 anarchy咱们讲过混乱状态 从内心的混乱中 然后理出头绪来 它让自己服从于一个更加残忍无穷的一个纪律 一个规范 这个submit to 咱们18课讲过 叫服从于屈服于 服从于或屈服于 有的时候可以后面加one self 就让自己服从于 有的时候没有也行 意思类似 这个我们回顾一下 在18课这样的句子 在18课里面 咱们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 对吧 就是这个海豚那个说 They are constantly after the turtles who peacefully submit to all sorts of indignities 他们总是不停地在追海龟 而这海龟呢 心平气和它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 如果加上one self 我们的变成 who peacefully submit themselves to all sorts of dignities 让自己 这是海龟吗 让自己吗 下面我们叫themselves 是一样的 从汉译类似 再比如说 he submitted himself to a search by the guards 他让自己服从于 这个看守的这个搜查 他没有反抗 很顺从的 让这个看守来搜查他 这个 但我没有himself也行 he submitted to 是一样的 加one self 就是使自己 让自己服从于什么 回顾 讲过 还有这个服从于 这几个搭配 bow to yield to succumb to 都是这个搭配 服从于 屈服于 在18个海豚 咱们讲过 不重复了 但这几个动词后面 一般不加反人代词 很少用bow oneself yield oneself succumb oneself 这是不加反人代词 直接加to就好了 后面那个roothless 无情的 没有怜悯心的 roothless 相当于mercyless mercy m-e-r-c-y 不是同情怜悯吗 无情的 没有怜悯心的 discipline 纪律 规范 比任何评论家想象的 都更无情的 纪律的纪律 跑了脱离了自我了 这个来自固定搭配 take time off from 从什么什么中请假 开小车 跑了 take time off 本身就是请假的意思 这个我们看一些例子 I have to take time off from work to go to the dentist 或者说 I have to take time off from school to go to the dentist 我必须从单位请假 或者从学校请假 来看牙医 牙疼的厉害 这是从什么身中 请假 好 下面我们再看看 走遍美国 这部 这个 这个著名的 口语教程中 一个片段 也是呢 爷爷在火车上 碰到一个老太太 两个人对话 咱们看是怎么说的 把这片段先看一遍 Do you still live there? Oh yes Yes my husband's there now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好 咱们看看原文怎么说 爷爷问 Do you still live there? 说你现在还住 那儿吗? 老太太说 Oh yes Yes 是啊 My husband's there now 现在我老公呢 也还住在那边呢 这爷一开始 对老太太很有感觉 后来一听 人老公没死 心里凉一半 他说了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他没法请假来 陪我一块来纽约 Take time off 请假 把这片段 再听一遍 Do you still live there? Oh yes Yes my husband's there now He couldn't take time off to come to New York with me 看到了take time off 当然这个time可以更具体 就是请一天的假 take a day off 请这个下午的假 take the afternoon off 甚至我们更具体一些 take time off from daily routine 从每天例行的公式中 抽出时间来 这个组织 抽出时间 请假 六号了 跑了 可以用它 那么这个假期 我们以前讲过 有时候还可以用名词 leave leave做动词是离开 做名词是假期的意思 以前他们说过 annual leave 叫年假 paid leave 被付款的假期 就是代薪假期 那么she's on leave 就类似于she's on vacation 正在度假之中 这个在度假过程中 借此假 那么具体某种假期 在家休息一杯 she's on sick leave 他正在休病假 she's on maternity leave maternity leave叫产假 maternity相当于motherhood 妈妈的身份 产假叫maternity leave 男的也行啊 这个男的正在休产假 he's on paternity leave 但男的不会生孩子了 这个产假是什么意思 伺候月子 老婆生孩子了 老公在家里 这个假叫paternity leave 就当爸爸了 这个假 注意借此还是假 paternity表示爸爸的身份 相当于fatherhood 这个意思 这是表示假期 表示假期 有的时候也可以度假 用getaway 用逃跑 也能表示 have a holiday 表示度假 跑了 从工作中 跑出去了 就度假 如果表示 过一个 彻底放松的假期 getaway from it all 从所有这一切中 彻底逃跑了 就要过一个 彻底放松的假期 这固定搭配 我们分别读一下 度假 getaway getaway from it all 注意from it all 连到一个 from it all 相当于have a thoroughly relaxing holiday 过一个彻底放松的假期 这个在四册中 也会出现 咱们看四册 47和274页 第六行 到第七行 274页 第六 到第七行 Now the equipment of modern camping becomes eerily more sophisticated is an entertaining paradox for the cynic a brighter promise for the hopeful traveler who has sworn to get away from it all 前面是个主意从举 放在举手了 就是当代的露营设备 一年比一年更加先进 对于那些 愤世嫉俗者来说 是一个有趣的悖论 对那些 满怀希望的旅行者来说 是一个更光明的前景 什么满怀希望的旅行者 加定义从举 他们发誓 一定要过一个 彻底放松的假期 getaway from it all 不是逃跑了 是度一个彻底放松的假期 本文中说 他从与自己的生活的过程中 开小车了 已经请假走了 就脱离了自我 最后再说 from the search for what his world contains at its inmost point 脱离了 对自己内心 世界最深处的探索 说明一个作家之所需 点名了作者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the search for his innermost soul 对自己灵魂最深处的探索 作家写给别人看 其实写的过程中 他也发现了他自己 这样的作品 经过在短期内 可能大家不会像那些庸俗文学那么关注 但这个作品有持久的生命力 那些庸俗文学 两三个月之后 可能马上就是变成一对废纸的 这是本文中谈到了 作家真正需要的是 对自己的探索 而不是取悦读者 好 39克比较有趣的一篇文章 也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牢牢掌握 这个书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